各位尊重生命 关心人权 以及关心宗教 甚至关心所有全世界现在最值得注意的问题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郎祖云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呢 当然来到两位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在宗教界 或者是各位的精神导师的这个领域方面呢 都很重要的人物 首先让我们来为您介绍 一直在强调要将佛教证明为佛陀教育的净空法师 法师您好 另外这一位呢 本身他修习哲学 甚至呢对于伦理宗教本身都有相当研究 而且在国内一直为堕胎法这些法条呢 而努力的 辅仁大学神学院的院长 爱立琴爱神父 您好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 当然啦 我们都知道 其实法师曾经呢 在很多的影音的录影带里面告诉我们 告诫我们大家 其实家庭哦 是支持我们所有的伦理 或是支持我们生命成长也很重要的一个环境哦 可是现在的家庭观念 似乎越来越薄弱 或者是呢 家庭常常发生一些伦理悲剧的状况之下呢 所以两位大师今天来到节目中 要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伦理家庭这件事情 我想首先一开始哦 因为我们今天在现场 的确有两个很重要不同的宗教哦 就是佛教以及天主教 那就一般人呢 我们想跟大家所讨论的就是说 在我们佛教的领域当中 家庭伦理哦 这样的一个范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教育 可以请法师跟我们开示一下 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给我们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教诲 这一段话是当时维希提夫人 这是一个用我们中国人说的话呢 她是皇后 那么遭到家庭的变故 儿子的叛逆 杀了父亲 得了王位把他母亲也幽静起来 照这样的一个姻缘 她感到非常的沮丧 也不愿意再活在这个世界 就像释迦牟尼佛要求 有没有他方更好的世界 他想往生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 就是移民啊 移民到另外一个佛国度去 那么释迦牟尼佛 在没有答复他这个问题之前 先告诉他三桩四清 这个三桩四清啊 是佛法这个修学的基本条件 叫敬业三福 那么第一个帖 第一句呢 就是讲到 所以我们从这一条教会当中 就知道这个佛教的教学 是以家庭 是以孝道为基础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之后 这个能够在中国 生根茁壮发扬光大 是有他道理的 那就是佛这个佛家所讲的 基本的概念 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圣贤教会 完全相符合 这是 所以他传到中国之后 受到中国朝野 普遍的欢迎 那么以后 真的是变成中国 学术思想的主流了 我们今天看中国文化 这个佛教文化 绝对没有把它看成是印度文化 而看成是我们自己 本国的文化了 所以我们儒家道家 都是建立在小道的基础上 佛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在死系里就观察 其他许许多多宗教 没有不说孝顺父母的 所以这个孝道 这是可以说 是宇宙里面的精髓 这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 所以怎样把这个孝发扬光大 那就是佛菩萨 所以佛家讲的时候 孝顺自己的父母 把这个孝心扩大 孝顺一切众生 经典上明白地告诉我们 一切男人是母父 一切女人是母母 又是父 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 未来祝福 佛是老师 所以说是佛家的时候 他整个教学就是孝道跟死道 其实我们刚刚讲了说家庭 其实那这也就是表示说 这个所谓的家庭伦理这个部分 就是法师刚刚讲到的 对 那同样的问题 我们要来请教这个爱神父 就是说您一直都在修习 所谓的这个伦理这一方面 伦理神学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借着今天的机会 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伦理 在天主教的概念里面 家庭啊伦理这个部分 好 那如果我们要开始从最基本的 伦理或是伦理道德 就是我要教我的学生的时候 伦理的基本就是 他告诉我们 自由一直的行为 是对或是不对 所以就是说应该是自由的 所以这个就是 那自由的行为 包括我应该知道我做什么 所以我的理智也要在 我的理性也要在 所以普通的我们伦理这些题目 都是看人在他的自由内 他了解以后 他自由的所做的事情 是对或是不对 所以这个是从可以说 从一个行动可以看 那还有就是那个可以说 习惯性的内在的态度 或是习惯性的可以说行动 这就是变成了德性或是恶性 那在就是说 这方面在中国的历史或是传统的宗教 就是佛教或是仆教 我就是知道孝顺是什么 我已经到那个可以说 到那个境界了 我已经到那个境界了 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基本的 就是说伦理要面对的那个 那中心思想其实是很接近的 对对对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想这个是中国传统是发展德性 就是经过修身 那可能每一个文化有不同的可以说中心的德性 那中国文化可能本来是仁慈或是孝顺 那可能一个天主教基督教的文化 比较是爱的是中心的 那那个希腊文的那个文化是智慧 智慧 所以所有的事情从这个立场来看 那这个当然也跟我们的家庭论理有关系 那你要不要我讲家庭论理有关系 家庭当然要讲 因为家庭是所有这个社会组成里面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人格养成的地方 因为这个很光 可能我就是可以提 因为法师刚刚提了 那个众生的那些德性 可以说极致的我们要发展 就是每一个父母要教他的孩子法师已经提了 可能我可以提出来就是 跟我们现在的那个台湾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发现 今天的家庭为什么很多问题 我自己觉得是没有 真正的宗教的经验跟伦理结合 联合 就是说有人可能有一种宗教 但是没有跟一个伦理生活结合 那有些人认为他有一个伦理价值观 但是因为他缺乏这个更深的宗教的力量 他现在走不到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跟传统的社会不一样 那个诱惑非常非常多了 对 过去的可能那个社会会帮忙人 不做错误的行为 现在他不但不帮忙 他引起就是可以说 犯罪的心态 对对对 就是帮忙他 犯罪 给他很多的机会 就是那这个都办事媒体的那个力量 现在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年轻的人一直看 所以那一方面他们被影响 一方面宗教的 因为他们可以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媒体 他们没有时间发展那个宗教的内在的那个力量 我给你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美国 他们不是田居教族 是佛教族的 就是基督教 普通的世俗的 在就是世俗的社会学者 社会学里面 对 他们来研究青年人的 有问题的青年人 他们发现如果他们长大在一个有宗教的 渐渐的宗教的一个家庭 他们所有的可以说生活问题比较小 就是吸毒啊 酗酒啊 酗酒啊 毒博啊 婚前性行为啊 自杀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降低了 那我们也在台湾做一个调查 我们发现 渐渐的有佛教的 我们就是问年轻的人 你的态度 这个就是态度的 态度的问题 态度的问题 就是你对这些比方说 婚前性行为啊 多胎啊 毒博等等 你有什么态度啊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最正确的是佛教的 青年人 就是说 比较说 我不会有婚前性行为 不会多胎 那我们发现 天主教跟基督教 那个 反对多胎还是清楚 但是婚前性行为 现在不清楚 那这个给我们一个 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 反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不过 所以就是说 有那个宗教的力量很大 也有很实际的一个 可以说好的成果 对对对 不过刚刚这个 爱神父点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的确呢 从前比较传统的社会当中 的确这个很多诱惑我们犯罪 或是犯错的诱因 的确很少 起码在以前的社会里面 没有网咖嘛 没有不可能说这个年轻人不回家 都去逛网咖 那也比较没有电影 或者是媒体上的一些催化 刚刚爱神父讲到说 因为媒体的一些力量 常常会让年轻人忽略了宗教本身教导他的一个本质 就是说让他的心态 就像您刚刚讲说 奇怪了 为什么这个最 应该是最反对所有这个婚前性行为 然后这个堕胎行为的天主教或是基督教 反而在这个部分的教育的力量 不如佛教的力量来得大 我想可能也是受到电影的影响吧 在我自己没有嫁给我先生之前 我总觉得 看起来像外国人的应该都很开明 都很open的 actually不是的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保守的家庭 so 那我们现在再继续下去就是说 您刚刚讲到 不管是爱神父所提到的 就是说 这个要尊重一切有生命的 要尊重一切的这个众生 或者是呢 法师所提到的 一样 也就是要把所有的众生当成是 我们自己的父亲母亲 然后用佛陀的教育来延续自己 在现在呢 所活的这个立场上面 那我接下来就要问到了 既然家庭的力量如此的重要 那可是 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社会问题 就是像是因为由婚前性行为所引发的 因为没有避孕的观念 于是呢 可能在一个不小心的状态之下 有了小生命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 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一些新闻 比方说是厕所当中产子啦 或是自己怀孕不知道啦 于是堕胎似乎变成一个在法律规范之外的一件合法的事情 像我们现在年轻人喔 大概到了这个情人节之后啦 中秋节之后啦 长期的假期之后就有所谓的堕胎潮 然后也有很多的 也伤及他们的生命 甚至生育的能力 那我想就这个问题 我们来听听看法师您的意见 对于堕胎这个事情喔 站在佛教的立场上 您是怎么看 这个 子女的关系 兄弟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 第一类报恩的 第二类是抱怨的 第三类是讨债的 第四类是还债的 那么这是大概的一般能信仰宗教的人呢 都信仰人有过去史 人有来生 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那么在佛家的时候 讲的六道轮回 实际上六道轮回 不是佛先说的 而是印度教 就是古婆罗门教 那么在现在世界宗教史里面 是印度婆罗门教历史最久 他大概 现在世界上一般承认的 他有八千五百年 那么他自己说呢 他有一万多年 这很可能 因为印度教他不重视理事 所以确实有这个可能 那么佛教大家知道 在两千五百多年 这是世界公认的 那么犹太教有四千年 所以犹太教排列在佛教之前 所以这个六道轮回 这种说法的是婆罗门教 当时在印度非常普遍 那么怎么会有六道轮回的说法呢 实际上六道轮回是确确实实有这个事情 他们看到 六道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不同维持的空间 不同的空间 不同维持的空间 我们讲三度空间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它这个空间 这个维持不相同 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 现在科学家知道 确确实实 这个不同维持空间存在 而且在理论上讲 是无限的 这个空间维持是无限的 确实被证明存在的 有十一种不同维持空间 不同的空间 那么他们是用什么方法突破的 这是我们都了解 用禅定 禅定的方法 禅定一身 这个空间维持就突破了 那么他看到这些情形 所以他就射出来 那么在这个古婆罗门 这些教义里头 我们知道 他是知其当然 而不知其所有然 就是这六道到底从哪来的 他们知道 六道的实际状况 他看到了 他看 所以他讲得很清楚 佛陀出世之后 就加以解释 六道是怎么来的 空间维持是怎么来的 空间维持怎么来的 现在科学家也没说出来 那么他是讲空间维持 在佛法不讲空间 佛家讲法界 法界就是他们讲的 这个不同空间维持 那么从哪里来的呢 佛说 从一切众生 妄想分别 执着里头变现出来 是从这个地方产生的 那你怎么突破呢 你能够把妄想分别 执着放下 就突破了 你放下的越多 突破的面就越大 这个深度就越深 你就 这个不但是 这个形象你看清楚了 而且你能够看到过去 你能够看到未来 为什么呢 时间空间不是真的 现最近这个科学家 发现了 他们是从数学理论上 这个得到这个 这个结论 有这个可能性 时间跟空间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 等于零 等于零的那个状况呢 就是空间没有了的 远近没有了 你比如我们在此地 我们如果远近没有了 那美国华盛顿DC 我们想跟他见面 就是面对你 没有空间 对 时间没有了的话 过去 未来 你都可以进入 你可以回到过去 你也可以进入未来 现在这个科学论文的时候 这个昆斯兰大学 一个教授的时候 拿来给我看 他说你这个 这个东西跟 跟你们佛经讲的是一样的 我说没错 但是他这个 现在科学家 知道这个理论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他这个是 要超越这个 超速度 超越光速 超越光速的时候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空间跟时间就没有了 如果是能够超过光的速度 比光速度更大的时候 人就能回到过去 所以这些的 实际上的是 这个快慢的时候 也是相对的 也不是真的 只有在圣神禅定里面 把相对的都离开了 你看六祖在《谈经》里面 不是说吗 那是印宗问他 问他两个问题 这个禅定谢徒 问他这两个 这个五祖在黄梅的时候 平常怎么讲的 他就跟他说 他说禅定谢徒是二法 佛法是不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这个答复的高明 那二从哪呢 二从你分别执着 你要离开分别执着 哪来的二呢 那没有二的话 那所有一切 对立的都突破了 今天讲相对的时候 所有相对都突破了 所以说 甚甚禅定 见到这个四十 四十的真相 这四十真相 要说起来的时候 是很深 但是现在非常难得 我们也很欢喜 科学逐渐逐渐 它已经发现了 油 油从哪里 油从无中来的 无还归到油 这个都是波入精灵的交易 另外讲的是 这个宇宙 宇宙从哪里来的 虚空从哪里来的 那么现在一般科学家 都讲的是 宇宙是大爆炸 产生的 现在还不断地在膨胀 那么最近科学家 发现的是 他说宇宙确确实实 这个空间跟所有这些星系 都不是真实 越来越像佛经上所说的 他说这个东西是 宇宙是有个原点 这个原点的时候 突然之间 这个展开来的时候 就是宇宙就出现了 那么这个原点 那也可以算是爆炸了 但是不能讲爆炸 爆炸这个事情 这是很难理解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 有倾向于 这个一时钝线 一时钝线 这个讲得好 这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就是一个是 一刹那的时间的时候 这个宇宙突然之间发现 那么这个宇宙的原点 原点有多大呢 这个科学家说的 他说 一根头发 这像一根头发 头发把它切断 这个平面 头发的平面 切断 切断是它的平面 这个平面的直径 排那个宇宙的原点 可以排多少个呢 一百万亿亿亿 一百万后头三个亿 你说那个点多小 那个点恐怕我们现在 显微镜都看不到 可能比奈米科技还小 所以我就听到这个讯息之后 我说今天科技 那要跟这个 宇宙事实真相相比 还差得很远 现在一个晶片 能够包括很多东西在这里面 人家那一个小点的时候 那个里头包括整个宇宙 那是科学发展 还有这个前途 微光限量 他说 那是太小了 我们没有法子计算 一百万后头加三个亿 那是原点爆发出来的 所以他讲的这个识 一识断线 我就问这个教授 我说一识是哪一识的 他答不出来 是哪一识 突发的呢 他就识不出来了 其实佛经上早都说过 到处出身 随处灭尽 这是另一识讲的 到处出身就在陷阱 一识 一识就是现在 但是说现在 现在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这个讲话说 他不太容易理解 那我就用那个电影 电影这个常识 大家都有 我说你们看电影 那个电影的片子 底片 放映机 镜头一打开 那就是一识断线 对 那就是这个画面 同时出去的 绝对没有先后 所以是一识断线 那个镜头 关起来了 不就是灭尽吗 那打开 就是当初出身 关起来 不就随处灭尽吗 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么第二次 再打开 又是一个画面 等于说是 另一个里面排的那么多 你一个一个去放 所以每一个 这个画面 绝对没有完全相同 就好像这个 日本将本胜 实验的那个 水接近 绝对没有相同 得同 确确实实 不可能有相同 因为他说 他原点不一样 确确实实 是当初出身 随处灭尽 所以佛在这个 大臣经上常讲 万法皆空 金刚经上常说 这个一切又违法 如梦幻跑也 如露又如电 因作如实观 又说繁琐又相 皆是虚望 但是经上讲的 就很重要的话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不空 对 因果为什么不空呢 因果有三个现象不空 因果转变不空 因会变成果 果又会变成因 第二个 因果相续不空 第三个是 因果循环不空 那么有这三种现象 它真的是存在 那么换句话是 这抱恩抱怨 讨债还债 麻烦就大了 这就是因果问题 你像这个小孩 到你家里投胎了 跟你都是有缘的 没有缘 不会来 没有缘 想儿女 想得不得了 想一辈子 一个也没有 没有缘分 没有缘分 他有缘分 他不想 他偏偏来 来一大堆 这都是事实 这小孩来的是 真的 来抱恩的 前世 彼此有恩 有恩惠 来抱恩的 孝子玄生 你叫他学坏 学不坏 如果是报怨的 报仇的 那可麻烦 你怎么样去教他的学 他还是会变坏 这个英国教育非常重要 你看这个民国初年 印光大师一生 极力提倡英国教育 甚至于他把佛经都放在一边 他教人学什么呢 学了凡思训 了凡思训是儒家的 他教人学感应平 感应平是道教的 学这个安思全书 他是最佩服安思全书 安思全书里面讲的英国讲的最好 文字也好 而且都是 都不是虚构的 都是确实的事情 那么这个 这个安思全书前面一部分 文昌帝君英之文 也是道教的 后面那是周干思自己写的 那他是纵货 儒家道家佛教的东西写出来的 写出两样东西 第一个是 欲海回框就是叫接引 知道这个盈欲果报非常可怕 而且是折服 那是大幅度的折服 所以这是一般人 年轻人不晓得 英国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你做错事情 不是说是不负责任 后果 后患无穷 所以就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能够不谨慎 所以这是 就是 堕落三土 那个我们不必说 冤冤相报 怎么得了 就是他来报恩的 你把他杀掉了 就变成仇了 这是恩将仇 下一次来是仇 树敌了 他要是来报怨的 来报仇的 你把他杀掉了 这个仇界的 越界越深 仇上加仇啊 这还得了吗 所以很麻烦这个事情 你要是这样 这个讨债还债 那时候是财务上的事情 如果是是还债的 还债的这个 第一半来讲呢 这个儿女对父母 物质生活会照顾很周到 没有孝心 不会尊重 不会孝顺 如果是讨债的呢 大概债讨完的时候 他就走了 欠的少的 很小几岁 他就走了 欠的多的 那也是也是 都是麻烦事情 所以我们要懂得 人与人这些关系 那么既然这些关系了 圣人教导我们 怎么样把这关系改善 这就是学问 这就是教育 所以说 不管他是来报恩 来报怨 来讨债 来还债 我们一定要把关系 给他改善 这个关系改善 完全靠后天的教育 所以我们要承认 我跟许多宗教接触 我对这些宗教领袖 传教师 我都很尊敬 我说今天 这个社会很麻烦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基督教讲的 世界末日 伊斯兰古兰经里的 我也常读 信真主 信末日 我看看现前这个社会现象呢 真的是末日之前的预兆 今天这 家庭教育没有了 在从前 这个家教 父母 从怀孕那一天起 就开始 要建议 这个教他的婴儿 拼拼弃弧 不能够发脾气 这发脾气是影响了胎儿 胎教不好 影响了胎教 那么小孩出世之后 父母在小孩面前 在小孩面前 一举一动 都要手里 都要规规矩矩 他两个小眼睛睁开 他再看 他再看 他就再去 你不要他不会说话 他那个教育的根 从那里扎进去的 其实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 不要认为小孩还不懂事 他懂啊 他不是不懂啊 还说不出来而已 对 他懂啊 这种印象的时候 你说一天一天 一个讯息在这个 我们佛家家 阿雷耶诗里 现在这样分在 印象在脑筋里头 那这就它 影响他一生 所以中国从前 非常注重于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无疑不是伦理道德 伦理 伦是讲五伦 五伦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父子关系 夫妻关系 兄弟关系 君臣关系 朋友关系 这五种关系搞好了 这天下太平 那么佛家讲的时候 会扩大一些 不但人际关系 你要懂得 你要善于善出 人还要跟自然环境关系 现在大家不懂 任意破坏 这个地球生态平衡 原来的是天灾人火 这就是你不懂 不懂得处理这关系 那第三个就是 人与天地归神的关系 所以佛就教我们 这三种事情 这三个关系搞好了 三方面相处非常和谐了 宇宙和平 这其实这是大学文 那么是最完备的 大方光 光佛华印记 从前方栋梅先生 晚年台大退休了 到佛人大学 波斯班就开华印哲学 他说我的老师 他对我影响很大 我学佛是他劝过的 原来我不相信佛教 他说佛经是哲学里面 最高的哲学 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就被他这一句话拉进来 这五十年我很感激他 果然我们这一生 是很高的享受 老师知道的 老师不知道的 哪里会知道这个路 不晓得是这条路 不知道 感觉像这个方教授 是来报恩的 我无论在哪个地方 我都放上他的这个照片 念念不忘他就跟着 是 讲到这个 堕胎 堕胎的时候 这个不得了 这个果报不得了 太可怕了 对 刚刚我们的法师提到了 然后刚刚可能有朋友一开始觉得 法师怎么会从科学 从数学 从宇宙观 讲这么大一圈 最后回来 原来是要告诉我们说 这个果报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那当然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 要 我今天要当作各位观众的引导 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请教法师 不过现在呢 要请教爱神父的就是说 当然我们都像您刚刚讲的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天主教 基督教的立场是绝对反对堕胎的 那不晓得在这个观点上面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说得清楚一点点 是圣经上说不准呢 还是有什么样的人道精神 还是有什么样的理论 我觉得借这个机会 您要好好的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好 可能我可以用法师的那个 刚刚用的方法 我也从那个 依旧学 你先来上科学 跟科学 对 当然我们在这里就是分享 我们一方面不同的宗教的看法 可能我就是从天主教的 可以说哲学开始 那可能就是 我们会这样说 那个宇宙就是能够某到的 或是看到的 或是人的那个宇宙 我们普通的科学也所去研究的 这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它永远存在的 宇宙不灭定律 对 就是好像就是佛教的立场 那另外一边是它有开始 也有可能有结束 OK 那我们会说从哲学的立场 这个是没有办法答复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不是 就是要天主教会说 你没有办法答复这个问题 用人的思想 所以法师刚才说 这个是一个很现的宗教的经验 才告诉佛教 它是永远的 OK 好 那我们说真的 天主教是这样的 我们会说 从哲学这个不会解决的 但是哲学会告诉你这个 因为这个宇宙是有限的 有限的 因此除非它一个无限的 一直维持它的能够存在 它会有一天不存在 所以如果它今天是永远的 它同时有无限的在它的 可以说维持它 维持它 就是因为无限的就是无限的 无论怎么样 我们所看的那个宇宙是有限的 它很大 不过它这样的想对的 就是需要有无限的 所以这个无限的应该存在是 就是要天主教的 那个哲学会肯定 那我们的宗教的经验 或是我们的启示 肯定 事实上这个 按照我们的天主教 也是基督教 是被创造的 所以从这方面 我们认为有我们的信仰 它有一个开始 也会一个结束 那在这样的就是说 可以说背景 我们会说 那这个无限的 我们说无限的天主 那它是创造这个宇宙 也创造了一个人 那它特别创造人类 那我们说它创造人类 人类的特别的地方 它跟天主有相似的地方 或是它是天主的肖像 为什么 因为它有这个能力 走跟天主一样 就是它可以认识天主 可以认识自己 可以认识别人 可以爱天主 爱自己 爱别人 所以那如果 这个跟多太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说 因为我们会认为 那个无限的天主 创造人给它 特别特别的 受它的小象 给它一个精神的灵魂 它的价值非常非常高 它跟那个无限的天主 有那样的关系 所以你不能自己 一个有限的人 直接的杀一个无辜的 就是你没有那个 你没有那个权力 没有那个权力 没有那个能力 这一切的授权 是来自于天主的 对 所以这个是从我们的立场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可以一个绝对的事情 因为它跟那个无限的天主 有关系 不是就是跟我们人有关系 这是天主教的那个立场 宗教上的一些基本的看法 对 那我们会 我们也会说 天主创造我们 不但就是能够存在在这里 那这是我们的宗教 能够跟天主建立这个 永远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 每一个人能够永远存在 跟天主无限的 因为天主爱他 创造他 以后爱他 跟他建立那个 永远的爱的关系 他可以分享 天主的那个 无限的喜乐 无限的爱 无限的生命 这样的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天堂 OK 那因为每一个人 也是被创造为 建立这样的永远的关系 跟无限的天主 他的价值更高 更高 所以你更不能 杀他 那这个跟家庭 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们说 因为天主选择家庭 创造这个人 这是天主教的一条 就是 特别这个是旧约 他就是男女 创造男女 以后告诉他们 你要结合生孩子 OK 所以这个是 第一章的圣经 那这个也一直没有改 所以那个家庭 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不可以分 就是那个孩子 跟这个家庭 所以这个是父母本来的 也佛教 也看得很清楚 这个是父母本来的 最基本的使命 我们说使命 就是要生孩子 结合 变成一个家庭 家庭 对 生孩子以后 教育这些孩子 延续生命 对 所以在这个背景 就是我们觉得 天主教会觉得 那个多胎 是绝对不可做 就是我们以后 会说那个 从科学 或是哲学 我们知道人 一个无辜的人 你不可以直接地杀他 OK 那多胎的问题 就是变成了 是不是人 所以天主教 本来有 有些别的原则 论理原则 就是说如果你不清楚 你的对象是人 或者不是人 你也绝对不可以杀他 比方说我去打猎 OK 好 我看在比较 比较远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凶 或是人 我不可以打 因为如果我能打 就是说我可以 因此自己杀一个人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一个存在者 他是在 好像发展当中 他一定会发展到 变成了一个人 我也不能杀 因为这个是 他一定会变成人 对对对 等于我提早杀了这个人 对对对 那这个是因为在 在历史上 2000年以前 没有生物学 没有人知道 他们知道 大概有怀孕了 他们知道 好像过了有时间 有孩子会来 不过这个过程 他们都不懂 所以他们说 最后不懂这个过程 什么时候 渐渐的有人 他们说还不可以堕胎 所以从开始 天主教是这样的 说你不可以 那我们的问题 今天是 比方说美国的 那个最高的法官 他用什么理由 让多胎 变成了合法 他说我们不清楚 是不是人 虽然现在非常清楚 是人 但是我们不清楚 是人 好 那你说不清楚 那你就不应该杀 应该是想法的 就说好 我怀疑那个 我怀疑可能是凶 可能是人 没有关系 我不清楚 我可以答 那我发现是人 那是不可以的 那至少如果他们 他们都承认 至少是按照 那个变成的人的 过程当中 所以更不应该的 那这个是 为什么天主教 是蛮坚实的 但是我发现 佛教跟天主教 这方面是 一样坚实 佛教是 跟天主教 这方面完全一样 我是很 很喜乐地 被惊讶 这个方面 就是说佛教 跟天主教这方面 所以我们现在 你刚提的那个运动 就是 被整个的佛教 很支持的 完全支持的 所以现在变成了 佛教领导这个 当然基督教的 很多包括你自己的 复林安息日会 也很支持 还有很多福音派 很支持 当然因为台湾的 佛教徒多 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支持 非常有力量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 我们知道在台湾 现在要老百姓 接受天主教的 那个整个的那个 那个理念 对对 很难 几乎今天因为 已经腐败 或是佛教的 道德 是几乎不可能的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 但是我们希望 至少 有些 允许多态的那些 法律 能够被修改掉 这要修改 特别有些 我们一直提的六款 为什么 因为它是让在 那个母亲也是健康 完全健康 那个台湾 也是完全健康 母亲没有被抢包 没有这个 那我们问 为什么在这个情况 可以堕胎 那佛教也问 你的也问 我们认为老百姓 会支持这个 可能他们很多地方 他们还没有这个 办法 所有的堕胎 今天都要删除 不我们认为 至少这个应该开始 因为如果没有做这个 那台湾的整个的社会 我们认为没有这样 因为太基本了 对 因为事实上 爱神父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也有个实际的数据 就每年在台湾 起码有30万到50万 无辜的生命 就因为一个堕胎的行为 而受到了迫害 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也简单在这边 跟朋友们讲一下 在我们的优生保健法里面 允许堕胎的条约 其实前五条都还算合理 第一个就是双亲之一 有有爱优生的遗传病 比方说有精神疾病 或者是说很难治的 有很难治的绝症 那再来就是说 有近亲有爱优生的遗传病 近亲结婚 那或者第三条是 医学认定 怀孕或分娩 会危害母亲生命 身体或是精神健康的 就是会影响到 母亲的健康的这个部分 再来就是医学认定 幼儿是有不正常发展 幼儿本身不健康 胎儿不健康 再来因为强制性交 幼儿坚儿怀孕 等于说说是被强暴的 非自愿性的 那依法不得结婚 这样子的受孕者 这些听起来都蛮合理的 因为都是为了要保护生命 尊重生命 以及为了健康的 我不知道 就是在我们一般看来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看来 这都是蛮合理的 可是我想 对于爱神父来说的话 其实第六款 是大家最被争议的 这个部分 那我们先从第六款开始讲 等一下我们再让您回头去讲 前面那几个部分 好 那第六款因为是说 怀孕或生产 将影响其心理健康 或家庭生活者 就变成是一个很宽的 只要是我今天 比方说我未婚生子 我觉得哎呀这样子 这样会影响我 我等一下交男朋友 或说影响说 我家里面的人不接受我 好吧 那我就把这个小孩拿掉了 这是一个变成说 是很轻易的 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这条条款 是大家都蛮积极在做的一个工作 那您 我们就先从第六条这里开始讲 我们再讲回去 好 请说 对所以可能我们要了解 几乎所有的多胎是 接着的六款 因为这个前五个 有一次我 因为我是在那个 卫生署的一个委员会 就是探这个有生保健法 比方说那个几心的孩子 我问他到底到最后在 因为我们探这个很多 到底有多少 那他是台大的一个教授 他说不到500 那被抢包的很小 抢包的怀孕非常小 那个就是说 尖尖的 我有一次也另外一遍的 台大的医生 我问他 他是12年做那个 服传科 服传科的医师 我问他 你有没有碰到一次 可是如果你不做多胎 一个夫女会过世了 他说他没有碰到一次 因为在现在的 磕水 这个是不必的 我们所谓的直接的多胎 好 那所以这个是非常小了 那本来是为这些 可以说比较意外的情况 那我们天主教会认为 这个是以外的 从这方面 你合理说这是以外 OK 但是我们会说 你需要宗教的那个 智慧 跟佛教一样 才能够到 从人的立场是合理 不过 从简单的 我们的那个宇宙 或是我们说天主 或是那个佛的那个 佛法 还是不合理 OK 但是我们知道 多胎的老百姓 很难抓紧这个 现在 在现在的社会 我在说 好像合理 那 那这个 所以就有些 有些时候 人需要宗教 就是这个 是另外别的 更深的一个幅度 来看事情 不是这个普通的幅度 那但是 不过这很小 那这个 不过 让地流宽以后 我们整个的社会 进入一个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慢慢的 那个新泛滥 也开始 因为你有这个多胎 因为没有什么 人工避孕是百分之百 那特别很多人 豆瓣的人多胎 百分之八十是因为 人工避孕没有成功 或者根本不避孕 对 没有 不过有的是 真正的避孕 不过没有成功 那因为他认为 我已经 尽量避孕 那我怀孕了 那我应该有权利 他们几乎这样的看法 那那个问题是 是这样开始 那慢慢的就是 我们看 任何的社会 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 发生在澳洲 澳洲也这样的 美国也这样的 欧洲也这样的 那很可惜 比台湾最近二十年 也进入这样的情况 越来越快 那什么事情很快发生了 就是婚前性行为 那个 离婚 离婚越来越多 年轻的人 离婚的比率非常高 非常高 他们说三分之一 现在在前五年 我不记得 不过差不多了 那那个 当然婚外啊等等 所以 反正所以我们觉得 要 那还有就是那个 人口问题变成了 孩子越来越小 那几乎台湾这样的 没有将来 你可以看每年 那个在小学 幼稚园的孩子越来越小 越来越少 我们的社会开始老化了 对 好 其实这个问题 这个就像 我刚刚一开始提到 毕竟我是肉眼凡胎啊 就是要跟大部分的 普罗大众一样 我们总觉得前面 这五条 五条听起来蛮合理的啊 基于对母亲的健康啊 或者是基于对 下一代的这个优身学 不过 在宗教界的大师眼中呢 总是会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因为 这个是属于呢 更深的一个领域 我们本来就是要 更高深的教智慧啊 来给我们启示 给我们开发 更不一样的想法 所以 我们呢 下一个阶段 我们还要再继续 请教法师的 就是有关于 不晓得 我们佛教界的大师们 对于这个堕胎法 就我们国内所有的 这个优身学的 这个看法呢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开示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